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者 丽雅 古兹曼 译者 洪慈敏 第二章 画出心中的模样 今天的艺术治疗练习是 身体情绪地图 这个练习的目标是 增进自我概念和自我觉察 发掘个人优势 活动时间预估是 一小时 好的 你需要准备的材料有 和身高等长的牛皮纸 素描铅笔 纸胶带 压克力颜料 各种画笔 一杯水 此练习能让你知道 如何运用身体不同部位表达感受 并帮助你了解自己对身体不同部位的情绪反应 某个区域是否承受了压力 你喜欢自己哪些部位 我有一个想做性别确认手术的个案 在他的胸口画上一条水瓶粗线 这让他有机会表达对目前身体的厌恶 并激励他谈论未来想要做出的改变 透过这个活动 他得以找到自己依旧喜爱的身体部位 以下是练习步骤 第一步 将牛皮纸放在地板上 第二步 躺上去 用铅笔描出自己的身体 你可以坐起来画下半身 第三步 用纸胶带将牛皮纸挂在墙上 第四步 用颜料在身体轮廓内 描绘出里面正在发生的事 包含身体 和心理的各种感受及想法 第五步 用不同的线条和颜色 来代表你的能量和感受 第六步 在你的身体地图上 找出蕴含力量的部位 如果是在团体的活动 你可以这样做 两人一组 请对方帮你在牛皮纸上 画出身体轮廓 开始前 请先与伙伴建立信任关系 这对于活动的顺利进行非常重要 在练习创作的过程中 可以试着在心中想一想 你对于目前的自己感觉如何 你蕴含力量的部位在哪里 为什么 你承受压力的部位在哪里 为什么 想一想 以上这些资讯如何应用在生活中 若你有不喜欢自己的地方 如何做出改变 你会怎么赞赏你喜爱自己的地方 这是今天的艺术治疗分享 让我们把压力 焦虑 惶恐 不安 转交给艺术 卸下伤痛 抚慰身心 谢谢你的聆听 我是Mirror 愿创作力让你的生活更美丽 感恩你和我一起完美疗愈 感恩你和我一起完美疗愈